行动党世根庄州议员黄瑞琳今天召开记者会揭发世根庄最新选民册的选民人数突然暴增得很可疑 他指出世根庄是一个华裔人口多达56%的小镇 但2016年第四季的选民登记不但有高于寻常的1614名新选民涌入 当中更有1074人是马来选民令人匪夷所思 黄瑞琳揭露他设立的特别行动队甚至发现 世根庄其中一个只有9栋房子的马来村庄就涌入358名新选民 当中还有49名华人和40名印度人 叫当地人想不通这些人是如何挤入9栋房子内 框 faults7Emнологinally派 年 175立房子内 标几条所根据辞行的移民移民移民的活域 黄瑞林还宣称自己在去年就接获来自吉隆坡 选多一位马来朋友的告密 指巫统大港区部主席纳都斯里加码 在首都拉拢学省和流浪汉 到选委会更换地址或注册成为市根庄选民 他说如今有大量各州居民更换地址进入市根庄 正好和当时的告密内容不谋而合 他为此挑战加码出面解释 即来一个君子之战 另外雪州大臣南都斯里阿兹敏 今天上庭为公正党实权领袖拿都斯里安华 起诉青体部部长凯里诽谤一案共证时就揭露 他在1999年去世的父亲竟然在2004年还能够出来投票 他还揶揄说看不到父亲令人遗憾 他也控诉说自己已故母亲的住家 在选民策上还住有华人和印度人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每逢大选将至选民策问题就层出不穷 明吉摩州议员陈鸿斌不久前才揭露 若佛州务大臣南都斯里卡丽诺丁的住址 同一条路共四间房子 在最新一季共有30个选民迁入 选民数量暴增令人生疑 但卡丽后来反击 指行动党副主席郭肃沁 也把服务中心当作选民地址 NTV7综合报道